来到汽车旅馆 郑小姐和柜台人员越讲越生气 你们电话说没有 然后刚刚说有 休息是看现场 我刚确认错误了 20号晚上10点多 郑小姐与友人到台中西屯一间汽车旅馆 打算使用去年底在店内购买的三小时休息券 电话中得知目前没有空房 打算到现场等待 柜台人员一开始说有房间 后来又改口说没有 双方来回沟通多次都没有结论 小姐的态度是差到你觉得不可思议 居然可以当客人的面翻白眼 她是用那种很不屑的语气说 不然你去报警啊 觉得好扯哦 这小姐与友人原本离开现场 却越想越气不能接受 折返店里再次询问 主管出面表示如果要休息 只有一小时半 三小时的休息券被砍半 让她不能接受 使用这张券的话 时间只有一个半小时 券上明明写三个小时 而且这东西是你们卖的 你们会不知道吗 汽车旅馆的协礼出面澄清 表示双方沟通上有误解 再加上当天还有其他客人要住宿 才会告知三小时的休息券 只能使用一小时半 票券上面是没有不给她使用过 只能用一个半小时 因为后面有顾客要入住了 所以时间会比较急迫 如果说她真的要的话 那我们当然都配合啊 郑小姐很生气 报警后 业者马上退款跟道歉 表示优惠券即使过期 依然可以当现金券使用 也承诺将会对 态度不佳的员工进行惩处 消保官提醒在购买或是使用优惠券时 要注意有没有使用限制 确认可以接受在购买 才不会让自己的权益受损 三一期文张俊阳李启文台中报导 收拾和某总部 候宣者今天